詞曲 imesn 不好意思有大家思考 7 因為最近一直在忙 剛剛育仁有講到說 我在處理AAV visiting school的事情 那就是一直要跨國開會這樣 所以也要到處去宣講 去找學生來參加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就是聲音有點雅 那我會盡量把想要講的事情講清楚這樣 那今天也很開心就是 建築師公會然後黃祖威這邊 然後還有大眾獎堂的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大眾獎堂的 大家邀請我們還有就是 各位現場來賓這樣 那其實我是高雄人 可是我 高中之後大學就離開高雄了 所以一直都在北部 然後在宜蘭工作 然後去英國念書這樣 那我的經歷等一下會講 那今天也看到就是 有以前在宜蘭工作的朋友 然後剛從美國回來的 然後也有從成大來的朋友這樣 那今天先謝謝大家 那今天題目有點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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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給這個題目好像 那個有一點就是 那個讓讓讓讓那個 大家的工作人員有一點困擾 就是成為之一的城市建築 然後跨脈絡建構下的一個高雄反射提案 那就是今天大概會談到幾個事情 就是 第一個是城市建築物 那城市建築物不是只有一棟房子 如果說我們可以重新想像 把一個街區 一個街坡 然後一個社區看成一個建築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子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跨脈絡的這個事情 那跨脈絡這個有點難講 然後 也因為就是我自己研究的背景 跟工作的關係 所以 慢慢的有一些 不單只是基於高雄市本身的思考 還有一些 我們高雄市也許在某一些時刻 是可以跟歷史上 某一些城市在做的事情 是一樣的 是有共同價值的 而且是可以一起分享的 所以 今天我談的這個事情 可能不會完全只Focus在高雄上 所以 會帶著大家有一點就是 亂聊啦 就是把這整個事情先扯開來看 然後我們從 另外一個 像行星的角度來看 就是 整件事情這樣 那 進到 題目之前 先給大家看看 幾張 換燈片 那 就是 以前我 呃 還有在事務所工作的時候的案子 我 有發現說 這些畫面有一些 采取用一些對照的方式 讓大家開始去理解說 其實我們在做建築設計的時候 可能是某一個意念 可能是某一個意圖 那那個意圖會從哪裡來 所以比如說像這張在丟丟檔森林前面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是要喚起 那個高中生在宜蘭城的九瓊樹下活動的這個畫面 那這個是當初我們在雲門的時候 那時候採取的 是雲門那時候要把所有 散落在台北市的各個大小不同的分布 聚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他們如何重新變成一個像家人般的關係 然後藏在一個老房子後面高高的把這個房子 用力的舉起來 那那時候我離開 出國離開前做了一個小小的國小的體育館 那這個體育館如何把它從宜蘭的地景這種非常常見的 這種我們叫類型好了 那把它當成重新去進化它 從過去的三合院 它總是只有單方向的變成一個 因為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把它變成一個環形的合院 讓它沒有正面沒有背面 然後同時也喚起大家對這件事情的一個共同的記憶 然後共同的經驗 還有一些共同的語言可以去演說 然後甚至是 那個 改了一個小小的土地公廟 然後那時候也跟 我拿模型去到土地公廟拔背 然後土地公廟說 你那個黃的記 然後看到狠的那幾字 你要用金的 那那個就是那個金流 還把它跳那麼慢 這樣 它天太高的時候 風太來如果風在晃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倒了 這樣把它天黑掉 把它拔掉 所以這邊是 剛剛就提到說 這些事情它有一定的品質是在於說 它讓我們想起一些我們身邊 可能習以為常的事情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但是它某種程度也保留了我們生活裡面 過去一直以來習慣的經驗 這個結構包含空間的結構 包含你 每天你今天想起拜拜 要自己買菜 買菜等於再順便關掉 等給孫仔還是怎樣 這件事情的流程 其實也變成你的生活的結構 這些結構變成了你 開始去定義一個人 在一個長久的生活裡面 長久的時代裡 去定義的那些空間 所以 我的意思是要說 如果 我們今天可以想像一個 我們如果做建築 或想像建築的時候 然後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說 我們要設計一個廚房 要做一個廚房 那大家一定會想到說 哇 冰箱 啊 流理 流理台 切菜的地方 啊 垃圾樓 啊 個樓啊 這是一個順序嘛 對 那這個事情就被 被我們習慣定義了 可是如果說 今天我們問另外一個方法 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要 一個煮飯的地方呢 不是一個廚房 是要一個煮飯的地方 那也許 這樣的標準化的流程 這樣的標準化的習慣 會開始因為每一個人 他自己生活的節奏 他對於空間的結構 開始產生不一樣的轉變 就不一定是這個順序了 好 所以就是 跨脈絡這個事情 從這裡切入這樣 那 同時 最後再比較一下這個事情就是 呃 這個 左邊 左邊這邊 是我以前念書的學校在倫敦 然後他很好笑 他 這些地方 都還是上課的地方 可是他有一些 地方 都還是住人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倫敦的街屋 他從來沒有被設計成要當成一個學校 但是 我們的學校 當時候去運用了 他原本的空間結構 有一些像客廳的地方比較大 那就拿來做演講廳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地方比較像傭人的小房間 那我們就把它來當成小的上課的教室 所以 在這裡面 那個 所謂的類型的觀念開始出現就是 他不會讓 那個原本的 你要記得做什麼的那個 的那個功能去綁住 他開始從 空間的大小 你要多大的空間 你要多大 什麼感覺 所以他其實會回到一個生物性 跟一個棲息的關係 所以 如果說 這是一個住宅 那 那他變成一個學校怎麼辦 他現在是一個學校 然後再來就是 以前我在藝蘭工作的地方 他也是一個在田邊的一個 我們說那個像龍俠換廚 那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 我們共同都具有 一定的生產力 智力的生產 然後再來是 這兩個都採取了 對於家的這個概念 關於那些柴米油鹽 然後所有可以最重要的共享的空間 就是那些吃飯的地方 可以不正式的考論的開會 所以從這個角度下 我們可以說 這一個在宜蘭的這一個 跟在倫敦的這一個 是同一個類型 他們是同一個類型 因為他們分享了一個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概念 然後共同的空間的 類似的空間的架構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 在跨脈絡的這個切入點的 再往下展開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意思是說 也許我們未來在使用空間的時候 可以不會被原本他一定是三房兩廳 或者是那個一定要有什麼樣的功能去綁住 那大概這個是 講一下我自己大概的經驗 然後大概在這邊簡述一下是說 我的經歷有點奇怪 我工作快十年 然後我現在才四十幾歲 才開始突然想要念博士 去學校教書這樣 所以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 就會從各個角度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怎麼看待建築 怎麼看待高雄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的題目 那剛剛是我的引言 所以接下來我們先看高雄 那等一下看那個高雄是我 我自己理解的高雄 那大家可以提出對我任何的挑戰都沒關係 那我對於高雄的這件事情來看 呃 日跑掉了沒關係 對於高雄這個事情來看的話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亞洲行彎區的 的這個事情 然後高雄有很多正面的 往前進的一個社會的改變 那其實背後 其實都是一個 呃 台灣的經濟 或者是說台灣的社會 開始慢慢邁向以知識 生產為導向的一個社會形態 那如果是以知識 或者是這種呃 所謂的知識經濟的生活形態的時候 其實 人需要更多的共享的空間 更多的交流 然後更多的討論 然後才可以讓我們 開始有那些不經意的 非來一筆的想法 然後讓人開始有 不經意的那一些 不是被過去的功能所分 所被分散的這種使用的方式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這個現狀 可是我自己可能大家相對都 甚至都比我更清楚是 高雄走到這一步 其實是一個將近快30年的轉型 這30年其實對一個城市來講 他高雄一直在改變他的基礎設施 做了很多看不到 但是是埋在地下 甚至是給未來的人用的事情 大家還記得亞洲新灣區在 在更早之前 可能是謝市長年代的時候 他叫什麼名字嗎 他叫高雄經貿園區 然後原本的功能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就是同樣的空間 但是我們其實會 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不同的 尤其在台灣這種 比較敏感的社會經濟狀態的時候 會不斷的滾動跟適應 然後第二點就是 日本人在殖民高雄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滿奇怪的一個城市設計 就是日本人當初在做高雄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只有把高雄當成南京的一個 軍事補給站 所以開了港 是一件好事 有經濟 可是港口後面的腹地 你會發現說 其實沒有太多的文化設施 沒有太多的公共空間 他們一開始只是去劃定一些空地 然後有人住的地方 然後甚至是有一條商店街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這20年來為什麼高雄那麼難做 會發現說其實高雄的人口 其實是非常非常分散的 然後或者是換個角度講 從我的角度來講 高雄基本上不是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大郊區 不然為什麼路那麼大條 為什麼那些路以前都是走大車 就是很大的基礎設施 都是服務工業 服務車輛 它其實在很久以前被設計的時候 它不太是一個生活型的城市 所以種種來說 我們才會花了這麼多錢 要去改它的基礎設施 讓開始讓這些事情 從海岸線開始 進到它的腹地 去改從基礎設施 從基礎設施 你看還是在做捷運 其實也是在改變它的基礎設施 讓人可以有更多的交會的機會 那這20年過去了 我們可以想想 那接下來高雄 也許還可以再多做什麼 而不是讓所有人只是往港邊跑 那你家旁邊 大家出零大附近的公園 那大家自己的身邊的環境 這些就不用做了嗎 所以 我在一系列的研究裡面會發現說 現在的亞洲新灣區的位置 其實是跟那些工業園區 雖然說它現在有很多 大型的shopping mall什麼 但是它其實 都是給大車走的 但是 高雄人真的生活裡面 你會發現說 日本人當初在做的時候 其實它有 意外的 去採用了 英國人的 那個 在我的研究裡 它意外的 移植跟採用了 英國的田園城市 所以 對那時候 對 用這個模型最好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就是一個單元 一個單元 我可以很好的編輯 對統治者來說 我可以很好的編輯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在台灣的 這些種種20年來 不同的 世界經濟的轉換的情況下 那開始空出了 這個亞洲新灣區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20年來 為了去扶持這個亞洲新灣區 其實開始做超級多的 這種大公路的體系 所以 高雄 我自己的 我小時候是 紅毛港人 然後 小時候在林園住 我小時候都是住在工業區裡 然後我對高雄 唯一的印象就是 車很大 然後我同學可能會不小心被 那個土拉庫撞掉 那 可以你看嘛就是 這邊是 這邊是非常綿密 具有 城市關係的 可是在 雅灣區 慢慢最近有進去啦 可是你會發現 雅灣區這一塊 其實它是一個 幾乎沒有城市的狀態 你看 高雄 你會說 你頭這麼大 人家走你來這裡 還是不能吃什麼 它其實是沒有這種 非常 具有人性的這種 城市空間的活動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他去了 你尿開車去 購物 這也是 大台車小台車 這種企業總部 這種也是企業總部 它幾乎變成一個沒有城市的狀態 所以 所以其實 那時候 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對於 外國的 朋友跟學者來說 他們覺得這個超有趣 其實是 為什麼 我們的 城市會在一個市中心 放了一個這種 在郊區 需要開大車 去買東西的一個地方 那完全是不太能讓人走的事情 那 這個是一件事情 那其實 這也代表了 背後有一個 過去 不論是從 那個 日本人以來 就是用一種 分類 然後去計畫 然後是用這種 科技跟技術 去決定 人該住在哪裡 不能住在哪裡 然後再來 從 二戰之後 高雄一路 跟著國家的發展 也是在發展公路 發展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到現在 我們對於建築的看法 其實太技術導向了 太科技跟技術導向了 那這件事情就會回扣到說 在1966年 有一個英國建築師 他提出了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提問是 科技已經是答案的 他在1966年就預測到 科技本身就會不斷的進步 在各種方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AI Chat GPT 這些模型 可是科技會自己進步之外 那我們要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要找什麼問題出來 那這個是對我來說 這個是 高雄這二三十年來的轉型的一個 對我來說是 可以重新想想跟反省的事 所以 我們開始從一個 重新都市化的角度來看 那這個是羅馬 那羅馬 他們當時的皇帝要 開始重新 管理跟好好的統治 這個城市的時候 他一樣去做了 非常清楚的畫定 用非常精準的統治的技術 去把整個城市定義出來 畫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 基於科技技術 而且是一個非常準確判斷的事情 那 所以 在建築裡面 我們都叫他 有人叫那個 Figure Ground 那其實 我會更建議是叫 Nolid Plan 那 Nolid Plan 其實是開始同心定義 那個 測量跟技術的這個事情 那 Nolid的土地 叫Pinarency 他接下Nolid的技術之後 他重新去調查 羅馬 的這個事情 他做了一個 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就是 大家有看到說 說右邊這些斷檢餐篇 那個是曾經 刻在 某一些大理石上 有一些 房子 民居的 平面的片段 那 Nolid 他做一個非常大膽的事情 甚至在 當時候是一個 非常的激進的事情是 他把 Nolid的Plan 他只畫圖這種黑黑的 大塊大塊的 Sorry 他去把整個羅馬 當時候 Nolid調查的 平面 裡面人的房子的平面 全部靠著這些基本的語法 用猜的猜出來 用猜的 然後是用猜的 然後根據這些 最基本的語法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建築 是太過於基於理性判斷 跟技術 優勢作為一個驅動的話 那我們的想像力去哪裡 我們怎麼重新基於一個 有一定的事實 但是還有部分的推測 然後去產生了一個 不是完全預期的結果 那 再來 還有一個觀念是 我們面對一個城市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發現說 自己要蓋房子的時候 一定是想說 我的家要怎麼去 怎麼去 找教育書來未堂 那是一個 非常貼身的一個 一個 業主跟 一個 教育師的一個溝通的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想想 我們要去面對一個城市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那奇怪 隔壁的那個 飯廚都去幾百 那去幾百 好像都差不多 這幾的 你看差不多 20年前是這樣去 這10年是這樣去 可能這5年來是流行這樣 那你就會發現說 城市裡面的建築 開始有一種共通性 那他們會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那甚至是可以定義說 用 Ranko House 他在 狂災紐約裡面提到的 就是 曼哈頓 這個城市 就紐約曼哈頓的這個城市 有叫做曼哈頓的建築 那他的 他的曼哈頓的建築就是 一個街坑 一個街坑 就是一個建築物 就是一棟櫥 然後 他甚至是 這個街坑 他開始可以 不被城市的治理所干擾 就是你裡面要做什麼 你政府關不了 你政府在家關不了 我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 開始出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 是 城市有他自己的治理 然後可是一棟建築 他有自己的自主性 所以其實在一個 城市建築的討論下 建築他就不單只是一個 業主跟 建築師之間 所合力創造出來的 他可能要再去回憶 整個大的都市架構 然後去產生這種 兩面性的關係 所以類似的觀念 我們可以回到 那個 柏林在戰後的時候 被炸的亂七八糟 那時候有很多 柏林的重建案 都是想要從 像歐洲的比較老的方式是 我要去維持原本街道的連續性 所以那個 那個街道的view不能破口 啊可是如果要產生一個連續性 在柏林那時候 戰後的經濟的狀況下 其實是不好達成的 所以當時候有一個建築師叫 Ongus 他提出了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用一個 島嶼的角度 而且是很多 小島嶼的角度 來看待一個城市的重建 而這些小島嶼 就是一種城市建築 所以他帶著當時候的學生 包含 Rainwood House 在Cornel的時候 他們去了柏林 然後 他們開始去指任在柏林 這些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街區 那個街區本身沒有被炸掉 有居民在 還有一定的火力 旁邊在吃飯啦 有人在打麻煩啦 有人在賣酒啦 開甘麻煩啦 開餐廳啦 就是這一種 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事情 它已經是一種生活結構 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想說 那如果對一個城市的處理來說 這些街區是不是就是一個房子 所以 這個事情慢慢的對我來說 如果高雄市是這麼分散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重新想像 高雄市 可以從城市的角度來講 是很多很多的房子 不是很多很多的這種群島 然後把它視為一種建築 而不是單動的房子而已 那 這背後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為什麼日本人 他要產生這種非常有鐵仔腳 啊 啊 啊 就 露大條 看得到 因為 當初做市區改革的時候 其實是 台灣的狀態是有很多 日本兵來 啊有很多人的禍亂 對不對啦 啊不就 太熱熱死了 等等原因 所以他們開始做 然後還有那個水黑白白 還有人在自己的家裡 飼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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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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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變成一個日常 因為街坑變透明了 以前是街坑裡面門是不對路上開的 所以街坑變透明 變流通 變通透了 換個角度來講 其實對於監視來講是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在高雄人在活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說 其實好像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會有一個外在的這種監視性 但是高雄人 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 其實有一些漆 還是什麼都在 都是在一個比較大的街坑裡面 它不太受到控制 然後它比較能夠自己掌握出 自己長成自己的樣子 甚至有學校從那個街坑裡面都會有一個學校 學校旁邊自己長出一條街 所以高雄其實也是這些 如果我們把這個樣的方式當成一個建築的話 其實高雄最有趣對我來說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在那種管理 政治的管理跟居民自主的方向的發展 兩個一起發展的情況下 發展出這種有趣的兩面性的方式 這個我就不談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這個 那個 哈馬市那邊 那高雄最早的市區改正 那其實我們發現說 沒有 這不是 那個 那個 大高雄 大高雄是一個高雄嘛 那 旁邊這裡有一間 好好 那其實 會發現說 同一個時間 其實 呃 美國那邊 他們也在發展這種零力單元 以學校為中心 五百公尺的步行範圍 然後剛好 史料也找到當時候的 日本的這種家務部省 在管 那個 管理一個家的房子 成為一個社區的時候 要怎麼蓋 他們也引用了這種 田園城市的方式 但是他們更是來管理你的人口 管理你的產業 所以 所以其實 這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他會變成 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 高雄的城市建築 一條 基礎下水道 然後蓋上了這個 變成一個 格棋 然後有一個國小 其實他們更早是把它當成一個 那個空地 然後不知道幹嘛 變公園 然後慢慢的 從公園 變成一個教育的機構 所以 我們可以從歷史上 再開始慢慢回顧這個事情 就是 這是最早 那個 日本人對於高雄 要從一個鹽田發展成一個完整的 現代化都市的一個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說 港口的發展 透過鐵路 把整個高雄綁起來 大概就是 這邊大概就是現在的凱旋路的部分 我剛剛提到就是 這裡面的每一個艇 對日本來說 就是一個艇的概念 康尼的概念 所以每一個艇 都是一個 一區一區的 讓他們是一個 作為團塊 可以好管理的一個狀態 那把高雄當成一個 要作為南京基地 的一個很重要的 它背後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意涵 它其實就是要做一個軍事上的南京基地 所以 在 在 對於城市的設計上 它只管 人口的勞力夠不夠 它其實沒有 管太多 關於這種 社會性的 交流性的 跟文化性的設施 所以剛剛看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類似的 這個 城市建築 其實 後來我去調查 其實 幾乎去涵蓋了 高雄的 舊的市區的這個範圍 然後 裡面不含 青年夜市啊 那些 那些東西 其實都在裡面 然後你會發現說 欸其實 高雄 很多人 以前同學住在市區的 大概我都有記得 就是那些 騎啊 給啊 都是最好玩的 而不是大馬路上 是裡面的 所以 從 我們 從歷史的脈絡 可以來看待就是 從最早的鹽田 然後 他們只是單純的用 西方人學來的技術 然後 我們 我 看到 這 天 我們 你 在這裡的驗證是 我終於可以了解為什麼高雄市這麼散 高雄捷運為什麼這麼難做 因為他要去布點的時候 人口的密度都不太夠 所以他很難去撐起一個捷運的運輸量 所以剛剛繼續往下談 就是剛剛提到的 開始有點阿咖是去改正 所以 開始變透明了 然後在學校裡面的教育 其實你會發現除了先生之外 旁邊的還會有教育領導員 教你怎麼做好 教你要做什麼 其實他都是在控制你的身體 然後在每一個街坑裡面 每塊地要做什麼都要好好的記錄跟管理 然後你要做什麼都要通過他們在統治下的結果 你才能去做 那甚至是學校裡面的操場 其實是一個 從一個軍國族一下 他是一個練兵的教場 在這個角度 那你會發現最有趣的是 現在這邊應該很紅的啦 就是照片已經不是這樣 就是大溝頂那邊 那居民擺攤 然後慢慢地從一個水高啊 變成一條很老的的鞋子 然後這些方式 不斷地在 同樣類似的 洞同樣類似的城市建築 在高雄裡面 去發展出整個市中心的樣貌 然後也隨著時間的轉變 他開始從一個比較 內聚的 有點像拱廊街的 開始 有一些接觸到街面 然後甚至是有一些跟 那個 下一個層次的道路去整合 那我們會發現 高雄現在接下來的發展 更是往大型的基礎設施的 節點去做 所以其實高雄一直在做 點狀發展的事情 所以 如果我們重新這樣想的話 那下一個高雄市 這是舊的高雄市的模型 那 我們面對接下來這些都是 靠著大型基礎設施 港口 左營區 高鐵 鳳山行政中心等等 如果我們把它都是想成 具有教育設施節點 跟整合他的 教育 然後整合他的基礎設施 然後跟他的商業性 然後去驅動 或者是 重新去閱讀高雄市 作為一個重新發展的節點 而不只是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海岸線 那這是我的一個 其中的一部分的一個發現 那 這proposal就不談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現在 最有機會的應該是在 鐵路地下化這一帶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有非常完整的 國小國中到大學 然後有美術館跟科工館 所以在我目前的研究裡面 其實新的亞灣區 其實作為一個反提案 應該要利用高雄鐵路地下化的這個事情 把它變成一個重新的 不是亞灣區 而是一個知識精細的場域 所以 高雄部分大概談到這裡就是 我的意思不是要談最後那個proposal 那個是我論文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如果說我們回到一個城市 自己城市有它自己生長的DNA 生長的pattern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要繼續延續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可以 不是去懷疑它 而是重新的去看待它 重新的去閱讀它 那作為一個 下一個城市發展的時候的一個起點 而這樣的起點 就我來說就是 它就不會把資源全部 只放在一個袋狀上面 它會回到大家的生活裡 你旁邊的小學 你旁邊的社區 你旁邊的國中高中大學 對 那這個是高雄的部分這樣 然後再來 呃 在這個事情是開始在談說 我會有這些想法 其實 會跟我在受教育背景其實是有關的 就是我在受建築教育的時候 其實剛好經歷了 就是這種 呃 大的明星建築師 撒哈哈的 做這種大案子 大淨圖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我在從2014年開始的 威尼斯雙年展 大概十年前 他們開始已經整個建築在國際上的討論 已經從 我們好像不需要 太需要去做一個這麼大的一種 非常絢麗的房子 非常具有標誌性的房子 來彰顯自己 我們可能要回到建築最基本的元素 樓板 柱子 牆 窗戶 天花 屋頂等等等 重新來討論 他甚至在 呃 17年的Chicago的 那個雙年展也在談說 我們怎麼去從歷史 從過去找到一定人類相處的DNA 再重塑我們的未來 然後甚至是在 呃 2017年的HRU的 呃 這一本 都在講 美國西岸的建築師 在談說 在全球的話 這種大明星建築師 的設立之後 其實 都沒有案子做了 都只剩下那種小案子 很小很小的案子 那 很小很小的案子 我們怎麼 回到一個更根本的狀態下 去 作為一個新的practice 那其實我相信 台灣 高 然後甚至高雄 其實 我們這一代 甚至是之後的建築師 可能都還是 會面臨這個狀況 應該說已經在面臨了 那甚至我去 我在AE念書的時候 那 我們討論已經不是在討論這些 而是反而回到就是 真的是回到一個 1960年代的一個討論是 回到 在 我們重新想像在 科技大量發展之前 我們現在是下一個科技嘛 就是AI 那個時候大概是石油跟核彈 那 差不多的時代 我們是不是該回頭反思建築 然後從一個根本的角度 去看待建築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年的威力士雙年展 你幾乎看不到房子的展覽 你會看到很多的事情是 在談泥土 然後在談稻草 然後在談 一個房子怎麼拆 跟重新被建構起來 然後在談一個人跟 一個物質之間的尺度 然後甚至是今年的那個 普利茲建築獎 的David Chipperfeld 他完全是在談 我們如何從歷史的閱讀 然後到當代去產生一個 空間上的連續性 所以 那 這一系列的 剛剛提到的 我怎麼去取樣 然後怎麼去找過去的DNA 然後甚至 歷史怎麼被未來所使用 那 當時候有透過 我在成大 有一段時間教書的時候 有透過一個學生的Studio 去做這個事情 那 大概就是從我在AA的研究 一路帶 帶回台灣來這樣 那 這個事情 會開始回頭去 問建築 建築 是一個專業 那建築設計 是不是一個學科知識 所謂學科知識 就是說 地理啦 化學啦 生物啦 這一些 建築好像一直都不在 這個領域 這些討論的範圍裡面 可能有人把他當成做 骰子的啦 做工的啦 那不是做土木的啦 那建築到底有沒有自己的 這種自主性的 學問 所以 這個事情 開始讓我們想像就是 剛剛一路在談就是 我們如何從 历史 那歷史就是一個人類過去生活的痕跡 人類生活的痕跡會產生一個建築的先例 我們重新怎麼去思考人的建築的先例 所以我們再往下猜就是 如果建築這個專業 往下猜的話 有人會說 它是一個實踐的藝術 所以他同時 他非常兩難喔 他要practical 他要非常非常的可以做 可是他本身又是一個藝術 那在這裡的藝術不太是在講說 當藝術家做藝術創作 而是回到就是 建築會講好了 就是如果我們回到學科知識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現在 全世界知識大概是從這兩個開始 一個是MSC Master of Science 一個是MA 那其實都是人類在面對自然環境的時候 不同的回應的方式 比較科學跟科技類的是 就是我們人類直接去理解 他的 分…我們直接去分析自然 分析自然的原理 所以開始去長出了物理化學 這些基本學科 再開始變成應用性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MIE 就是我剛剛談的Art Master of Art 就是我們人類遇到自然這種天災 不可被…不可預期的事情的時候 甚至我們去湧嘆自然的時候 開始產生的像是 佛經、聖經、可蘭經 然後他們慢慢發展出了文學 然後慢慢發展出這些 所謂的語文跟文化的體系 其實都是人類源自於對於 自然的環境的不同的反應 然後乃至於去載制了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學科 那建築很兩難 建築就一直在這裡面 這裡面一直被… 就是回到簡單講就是 如果建築師要把業務做好 那為什麼不去直接去 建築師事務所 我們就直接面對那些業務 把它解決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上學 對嗎 如果要去上學的話 那學校要怎麼教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只是面對現在的條件跟挑戰的話 那以後我們怎麼面對未來 因為現在時代變得更快 所以其實建築一直非常非常兩難 它既不是純科學 也不是純藝術 所以對我來說 建築一直夾在這種 學術神工裡面的一種公共工程 被這兩大知識體系載制 然後如果當建築設計 被當成一種專業的時候 你幾乎沒辦法 在這兩個知識體系裡面被討論 那慢慢的升至到最後 我們就會開始選邊站 就是 你要做技術的 你就去做土木啊 你要討論學術的 不然你去念歷史啊做史論啊 可是如果建築只有這樣分的話 那我們學校的教育 或者說 未來培養未來建築師的 這個場域會越來越分裂 然後會越來越選邊站 然後去忽略了原本 建築師開扮演的 綜合性的這個事情 所以 回答一個事情其實在 我那時候在歐洲的時候 想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一個 討論跟debate 那 大概 就是講這個結論就是 設計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設計方法 因為你會發現說 如果這些學科知識 他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研究基礎 那 如果說設計 能夠設計出自己的方法 那 或許 我們可以讓建築 開始靠向學科知識一點點 然後或許讓建築在某一些 基礎層面上是可以被教的 然後 然後我們把這個溝通的距離 可以被拉近 所以 看我們開始回收 追溯到 建築設計作為一個 學科知識的奇聞 其實在200年前 現代的時候 所謂的法國啟蒙運動的時期 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個學問叫做類型 是一個type 那它某種程度是接近科學的 然後跟生物的分類方法 然後透過繪圖跟再繪圖的方式 去產生我們怎麼去操作跟應用 這樣的一個模型 那 再回頭往回頭看一下 就是 在現代之前的這種概念裡面 建築師不是被視為一種學科 而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是一個practice 實踐的 師父教你做什麼 師父教你去什麼 師父教你去什麼 他就是這樣做 經驗上就是這麼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早的那個 Peturius時代的大建築師 他們以前叫Master Builder 就是那個 大將作師這樣 他們都是用這種方式在 在討論跟教育建築師 那 所以我們可以從建築先例去理解到說 其實從學科知識跟建築實踐的交叉點 就是我們可以去了解這些先例 去理解以前人怎麼做設計 然後 再去描繪他的過程去分析他的原理 可以記錄下來跟傳播 所以他可以慢慢的 因為我們有好好的去整理跟記錄 所以他開始可以變成一個 普世可以共用的一個價值 所以透過這些圖示的研究方法 這些畫圖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從最簡單的 然後一路推到越來越複雜的一個狀態 他變成一個推進式的 所以先例就是建築先例本身就是 一來就是他就是 作為一個學科知識來講 他就是一個文献回顧 是關於idea想法跟為什麼 然後理解他的構成跟想法的時候 然後產生的繪圖 或者是利用繪圖去產生新的建築 就是他的方法跟模型 所以 這些都是紀錄以前的人怎麼生活 然後我們現在的人 怎麼去應用以前的人的生活 去調整出可視性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先例的研究 讓建築變成 具有一種學科知識的狀態 那 所以接下來就是 學科知識 談到的類型 那類型是什麼 然後 這個類型在歷史上大概的轉變是怎麼樣 然後甚至是 我們怎麼從歷史裡面 學到 變成現在可以用 一直以來有一個被遺忘的過程 然後甚至是被誤解的狀態 就是 在1980年代的時候 帕森呢 寫了這本書 那他去定義了歷史上 各種建築類型 就是這裡可能要開始有一點點搖紋角質 就是 類型跟建築類型不一樣 你會可以看到說 Pathner寫的建築類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歷史研究書 可是你會發現它是按照功能去分的 所以 它是一種建築類型 就像我們說 今天你做辦公大樓 你做住宅 然後 你做廠房 他們都是建築類型 可是你會發現說 這種類型 後來在美國消費文化被濫用的時候 開始就變成一種很奇怪的奇觀 然後想要去 回應傳統的時候 變成這些符號性的拼貼 所以你會發現說 看起來像神殿的神廟 這些可能都是迪士尼裡面的那個 米奇 所以 對我來說是 有一點不堪的 後現代的事情 那 所以回來談到 那 剛剛都在談建築類型 那回到類型的這個事情 那 類型的事情呢 它背後要包含著原理跟它的模型 跟它的模型 我們舉 從建築類型的狀態來看待的話 它們兩個是 不是同一個類型 不是同一個建築類型 因為這個是家 那個是音樂廳啊 這是我們用工人分的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從類型來看的話 它是同一個類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從 大家可能平面圖看不懂 可是你從圖的形狀上來看 你會發現說 它有類似的關係 中間這座 就是空間比較大 還是頭的 這裡也是 其他旁邊呢 就是服務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去類比 有類似的空間的結構的時候 它們組織的類似的關係的時候 它可以重新被定位成 同一個類型 所以歐馬自己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如何從三天之內 從這個沒有被業主接收的房子 變成這個建築淨圖案的案子 最後還蓋完蓋出來這樣 所以 歐馬是一個非常會使用 類型學的一個建築師事務所 但是 這裡面就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那個 我們說陷阱好了 就是 我們剛剛講完 如果 生的差不多 是不是可以拿來用 生的差不多 拿來用 是不是就是 像在彈音這樣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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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就做完了 所以 那個就會掉進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只是把它當成形式 或者是一種可利用的模型來看待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種 不斷重複的問題 可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還有一個是從原理 就是它背後的 類似的概念是不是相近的 不然我們就會只是 重到覆轍 不斷去複製曾經有過的 一個弦力而已 而不是先去理解它 這個弦力的產生是 經過什麼樣的原理 所以 我們要開始使用類型的時候 要從它的原理出發 然後去探究它空間的本質 才不會不斷的複製這個形式 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兩個都是House 然後可是兩個都開始 變成了同一個類型 它變成一種School 變成一種Knowledge Production 那類型的取緣 大概談一下就是在 啟蒙運動 大概就緊接著那個 Renaissance的後面 那其實都是對於 古典時期的建築的一個反思 那你會發現當時候 因為開始有分類跟 這種所謂的 Textonomy 那個生物分類的概念 那開始慢慢的那時候的人 也試圖著 編了百科全書 然後把當時候所有的人類的知識 做了一次分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建築其實是分類在最右邊的 Imagination 是跟與想像力有關的 然後而且更是被分類在裡面 Poetry 詩歌裡面 所以它是有敘事性的 然後裡面的Civil Architecture 是關於跟公民跟社會有關的一個建構 那再加上那時候的技術 開始有測量 有新的測量的工具 所以那時候的建築師 大量的去回頭去 去重新繪製以前希臘人 他們做出來的建築 重新測繪它 然後所以我們以前可能都是用烏的 可是有測量工具之後 我們可以非常準確的 把每一條線建構出來 所以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準確性的技術性出生了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危機 這危機是在於說 我們如果可以很準確的 去建構這個關係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 只要把這個過去的美好的圖像 可以被推延跟留下來就好了 我們設計就做完了 是這樣嗎 所以開始 有一些建築師的學者 開始提說 像最早的 Quarton-Mahadconcy 他在談說 背形應該是一種 我們要回到一個法則跟原理去理解它 所以比如說 舉這個例子來講 法則跟原理是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房子 後來你就會發現說 這自然的原理已經存在了 這個樹的斜 就已經會把水撥開 這些樹往上長的時候 它已經是撐住房子的柱子了 所以它有一個基本的原理在這裡 而不是去一個形式上面的一個轉換而已 然後甚至到Duran裡面 它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建築的描繪重新來推測 所以它不單只是用那個非常精準的工具去描繪而已 去理解部分 然後甚至從理解部分之後 它開始 從數學關係去推測 從一個 一組關係 然後到一個關係的多樣性的演變 所以我們要 我們開始有技術跟工具的時候 提醒了我們不應該只是 使用這個工具而已 而是它能夠帶來 為我們帶來重新怎麼樣的想像力 然後甚至從一個最基本的關係 去組織一個更大的平面 而且這個事情慢慢的 它可以被推廣 它可以被教 可以被使用 所以 我們可以大概去看到說 一個複雜的房子 慢慢從它的空間的組織 就是去REDUND 去DEDUCT 找到一個最基礎的 一個 推動這個設計的一個格剛 然後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格剛 開始重新 作為一個起點 開始重新 去發展一個全新的設計 這個是一個200年前就已經有技術 如果再認真來看的話 現在的AI其實有很多 應該說先不要談AI 就是深層式的設計 幾乎是非常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上去成新的 所以其實我們換個角度講 我們是不是只有技術變好 而沒有變聰明 或者說我們只是技術變好 而失去了我們對於事物的想像力 那它當時候就是有點像編文法一樣 它把當時候它找得到的房子 編成一個這樣的基本的文法 去展 去生成所謂的建築設計 這個式 所以它可以從剛剛的平面 然後生長到地面 然後甚至它還去定義了不同 對於城市的關係 然後甚至是它開始去定義 這些房子切到都市的時候 它怎麼形成一個結構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兩個從Quartome 從Idea 然後到Durang 他們都是在談 從一個原理 然後從這個原理 我們怎麼去建立一個方法 那這可以從我們過去的歷史裡面去找到 但是在戰爭之後 一種資料科比異 然後甚至是我們開始 過度的理性跟工具化之後 連身體都可以被 準確的變成一種 機械性的模型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 做建設計 已經開始從 一個 具有 理念 變成一個 工作流程 然後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廠的 從租貫 然後一路到 每個員工的工作流程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房子 那怎麼辦 那在這個現代 或者是說在現代 本身就有他所要面對的危機 就是戰後需要 比較大量的建構的這個事情 當然機械化 然後當然這種標準化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來產生重建 但是建築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這種抽象性 跟理念性的事情不見了 那這時候 另外一個建築學家阿剛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或許不一定 撇開就是 那一些就是我們可以開始 不只是從限定的那個破去找 我們只要在歷史上發生過的 然後我們只要一系列的去產生 不同的理解 然後在跨文化之間 找到共通的空間結構 找到他們彼此的類比關係 就可以重新去定義類型了 而且這樣的類型的關係 就可以被專移 這有點抽象 講這個例子 這是為水之丘 然後這個是那個倫敦的 Polis Theater 然後這是墳墓 就是講為水的墳墓 就是講為水的墳墓 這個是一個劇場 可是他們 兩個同時都是劇場 為什麼 如果回到剛剛阿剛講的 就是 你只要讓空間結構 有一定的類比關係的話 那我們來看看為水之丘 其實 我記得當時候 蔡英文來剪裁的時候 在這裡 然後樂隊的樂池 是在後面的後場 然後前方 站了 不同的觀眾 所以這個空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會仔細看 其實 是跟這個Arbor 這個劇場 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開始可以把 我們可以去跳脫說 什麼樣的建築 只能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時代 只能做什麼樣的建築 或者說 什麼樣的文化 只能做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事情完全被打開 它可以透過類比 找到類似的空間結構 然後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自己展開 它新的旅程了 然後比如說像歐馬 他們在談一次歐馬 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台北藝術中心 大家比較熟悉 大家知道台北藝術中心 最早是一個 一個在波爾多的一個房子 然後它這個房子 是蓋到一半的時候 業主 就是跟業主溝通過程 當業主發生意外 然後腳斷 就是應該說就是不良運行 所以那時候 要重新改設計的時候 Rance跟他說 我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很貴的升降平台 然後那很貴 那業主有點 不知道怎麼辦 也吞不下去 變成講一句話 他說 那表示說 你只要到了那一層 那一層就完整了 你完成 意思就是 你只要到的那一層 那一層就會全平 你不會有任何的動 他用這句話 說服了業主 做了這個 很大的升降平台 所以接著 他利用這個升降平台 只有一個平台技術 先去做達拉斯的 這一個升降平台 的劇場 所以他開始去 就是過去的劇場的後台 都會是在主舞台的側邊或後面 可是因為升降平台的發生 他可以把很大的後場 往下放 往垂直放放在地下室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在 士林的這個案子 他可以讓三個劇場 直接面對面對在一起 那後台跑去哪 後台在地下室 他們有在地下室 有點半台高 他完全透過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不斷的轉移轉變 然後去適應台灣的這種 劇場文化非常小 所以我們每次只能開一大 如果要開一個很大的劇場的時候很貴 所以劇場共用的時候 我們每次只要開一個小小的角落 就可以用了 然後去節省這個成本 然後也達到了在文化上的一個可視性 那再來就是阿多洛西更搭著那個前面阿幹在談的就是 城市的每個片段 就是建築物 所以對他來說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類型要一直跟城市的生活 社會政治文化經濟不斷的緊密相接 不然他就只是一個標本 然後他本身就是一個建築的片段 所以他很常舉這個例子就是 這個例子 他經歷了400年 他經歷了不同的時空 有貴族住宅 在軍營市集跟學校 可是他平面從來沒變過 所以這個事情非常嚴重的指控了 就是現代主義建築在講的 form follows function 就是形式是歸於你的功能去管的 可是這裡完全不form follows function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宣誓喔 就是功能不再是主導 而是回到空間結構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 最早最早今天演講一開始在講的 那個空間多大多小 你感受是什麼 你是生物性的一個關係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怎麼去adapt它 然後去形成新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四百年來換了這麼多功能 其實它平面的空間結構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它開始大量的 從這個觀念開始去發展 很基本的diagram 然後去開始做它的設計 從那個閩南三連展 從閩南那種世界的都是有牆空間的結構 一路從室外的花園做到室內 然後到這個很有名的這種 這個住宅 然後甚至到那個San Rococo的這個淨圖 它不斷的去開始把這種過去的DNA 或是空間旅法它拿來用 然後去推進這個歷史的延續性 然後並為現代或是當代人所利用 所以大概整理一下這個關係 有點牢舌啦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開始想像說 我們開始定義城市建築的時候 然後就不只是一個房子 我們一條街也是可以是一個房子 一條街也可以是一個建築 然後一個廣場 或者是一條廣廊街都是一個建築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透過這個關係 把建築的範疇開始重新定義跟想像 然後這也是我為什麼會 算是一個基礎啦 這個基礎怎麼去回頭到 我剛剛提到我怎麼去重新看待高雄的這個事情 所以換個角度講 城市是一個多重尺度的建築了 它有很多不同尺度的建築被構成在一起的 不是一棟又一棟的房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在使用先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人曾經在歷史上活動過的軌跡跟痕跡 所以它在這個過程被保留下來之後 它會產成那個樣子 它已經是一個不斷的適應的結果 那這個不斷適應結果 被我們開始重新去利用跟使用的時候 它變成一個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的一個空間結構 我叫它那個deep structure 就是一個空間深層結構 那這種空間深層結構其實回過頭來 它其實就跟Virtuous在談的那個理想程式是類似的 因為它都有一定的空間組織跟體系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Virtuous它怎麼去分佈一個 就是它理想的模型 就是城市跟建築如何視為一體 然後變成一個體系的設計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從校園 然後尤其是大學校園 開始去重新理解是 它是一個在城市裡面很大的一個面積 然後它剛好又介在一個城市跟建築尺度的這種中介尺度 所以我們開始我先舉一個例子 就是用一個學校EPFL 那時候我有出一本書 然後裡面有一堆請學生去重新去繪製選取這些圖示 然後我們會從不同的空間屬性 然後它對外跟對內的關係 然後甚至是它居然把一整個校園的城市 一整個校園當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城市在看待 然後而且它有它自己非常有趣的生長的網格跟規則 然後它一直建構在這樣的規則裡面去生長它這個校園的配置 然後你會發現這學校很奇怪喔 這學校沒有校園 只有後來莎娜做的這個 就是這學校都在室內行走 你會看到它公共空間都是 戶外的公共空間都是剩下的空間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說它在生長跟環境條件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它其實自己有很多內在的節點 所以它是一個從空間節點所構成的一個校園 它的校園就是存在那些樓梯間 然後跳空的這些空間裡面 然後我們甚至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說它有幾 它有好幾代 這是阿公 這是阿爸 這是孫阿 就是慢慢的那個 它的疊代關係它其實不大能生長 從最早的純粹的樓梯間 然後到一個小角可以有人交椅 然後跨到下一個空間 到最後變成一個條空 有更多人可以去分享的空間 它不斷的在演繹跟推進 然後可是它的idea都是一致的 就是校園對它來說就是那個節點的空間 然後所以我們開始去整理它的基本的參數 跟它生長的語法 所以這是我剛剛講的是透過繪圖 然後透過選曲 然後我們可以重新去 除了理解它的原理之外 準備這個其實也在發展說 如果我們要開始用這個模型的時候 它的出發點的基礎在哪 然後它的節點是什麼 然後它是透過什麼樣的走廊去生長 然後其實這個事情也在發現說 後來我們發現Sana這個房子 其實在整個學校的歷史發展裡面 到最後就是一個最大的節點 就從一個這麼小的節點 到一個這麼大的節點 這個圖是這些圖的4倍大 那就是所以就是 嗯好 沒有就是了就是這樣 所以剛剛就是一路在demo說 我們怎麼去理解一個體系 空間的體系 從建築一個小房間 然後一個局部到一個全部的關係 甚至足夠到一個城市 所以如果我們重新去看這種 具有載制力的城市 未來的發展的空間的時候 像校園或者是這種科學園區 尤其是在台灣 它應該可以重新被視為另外 一種新的生成結構的組織關係 把它當成一種建築的組織方式 就是去來組織城市 然後大概提一下就是 為什麼在台灣那麼重要 大概從租客開始嘛 台積電 從張忠謀年輕的時候 美國跟台灣就有一個 互相培養人才的一個協定 然後租客開始變成一個模型 然後這個模型變成一個經濟引擎之外 它也去影響了城市 不管是就業 生活 可是大家從來沒有正視這個事情是 它如果足夠去支持很多人的生活的話 好像沒有好好的把這個關係的 空間的品質做好 或者是空間的連續性做好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移動又移動的房子 然後透過車子在臉而已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空間體系 把它們組織起來 那因為那時候在城大教室 所以就會有大概城大也有這個系統 就是跟南科 然後作為一個大學 它怎麼去當成一個核心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嘗試說 這樣怎麼去 我剛剛提到那些觀點 怎麼去從建築的片段 然後到集合 然後一路到影響到城市這樣 那其實 就會回到校園 或是說所謂的這種高等教育的空間 就是具有高知 就是透過知識的交流來產生的空間 我們可以從那個 校園發展的歷史來重新去看一下 就是 其實最早最早的校園 是修道院 那就是讀經班 就是羅馬給予各個分支的這些 教堂 那教堂他們就擁有所謂的經文 經文其實是那個時代最大的來源 但是教堂的經營需要人力 所以他們去跟附近的農民的小朋友去徵詢 那徵詢來了之後 這些人力 就變成了他們的半讀書童 然後他們也慢慢從這樣的 partnership的方式 變成慢慢 這是一個從讀經的過程 變成一個教育的空間 所以 但是在這個演變過程裡面 原本 教堂 或者是教廷給教堂的權力太大 那 那很常跟地方的 這些散村的農民 會發生衝突 所以原本是 教堂 然後去附屬設施 慢慢的自己群聚起來 變成了一個完整的quadrangle 一個四方形的空間 然後 然後 這是巴黎的修道院 然後 這是 Cambridge Oxford 扭金跟劍橋的一個quadrangle 因為發現其實 這幾百年來 這個模型一直都在 而且它是一個 在教育上是連生活都在產生教育 因為 你會住在老師他樓上 然後這是 每一個quadrangle裡面 都會有自己的遺失 然後慢慢的quadrangle 都會有 收學生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 開始去生長 然後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Oxford Cambridge 這個城市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城市不是被設計出來的 它是由一個建築的單元 去慢慢的長出來 而且它都是 不管大或小 都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那樣的type 去整合出來的 然後剛剛提到就是 這是 最早中世紀時代 學生pupils 跟著老師讀經文 然後這個是現代的 上課的方式 就是 你在老師的客廳 你住老師樓上 然後你下來跟老師上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老師上課的地方 然後學生住的地方 他們是生活 也是一種教育的一部分 那到了美國去之後 自由的國度 那我們看Harvard 他開始試著把 原本的quadrangle的四個腳 開始打開 然後讓以前過去 中間的Lorn 草皮是不可侵犯的 他開始可以創造人走過去 走過去 然後讓人有教會的機會 然後甚至 這些想法甚至還有影響到 那個Virginia Tech Virginia University 然後類似的想法 其實後來 在日本殖民 台灣的時期的時候 在當時候的成大的校園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從這種 單個的 一字型的Pavilion 被沿用過來 那 校園開始有 有一系列的這種 Freestanding Pavilion 去定義 然後 核彈 科技 然後也開始去影響 教育的行為 從過去的這種 指導師 變成操作師的上課 然後 這是成大當時候的上課的情況 所以也影響到那個 教室的使用 然後 戰後 那更激進的就是 人不應該被交通切割 建築應該是一種城市 那 那 城市是應該 本身就是 可以被佔領的 一種建築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Tintan的 Smithson夫婦 他們做的 Free University 就是 整個學校裡面 室內的大走廊 室內的走廊 跟教室其實是一樣大的 所以走廊本身就是校園 然後 他們甚至在 反對這種高樓 過去那種高樓層 而是一種 躺下來的 一種 水平的摩天大樓 然後人才有更多的交友的機會 所以這是他們的平面 所以你會發現他 走廊大到就是 如果用現在來檢討評校的話 這個評校都非常差 可是他們在創造就是 我們就是要讓走廊可以變成 上課不經意的教室 然後你會發現說他的端 他的轉角的地方 都是這種 可以討論的 或是大小的這種 研討的空間 所以這時候開始這種階梯式的教室 也開始出現 因為那時候要一個人 教兩百個人的知識出現 因為我們需要大量 那時候的世界需要大量的人才 所以這種階梯式的教室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有什麼樣的機會 就是我們又回到我們現在 那 菲利普的那個城市 然後甚至是 國際上有很多不同的城市的校園 你會發現說 校園好像不單只是變成教學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 這個也是校園 可是他看起來開始像咖啡廳了 然後這個也是校園 可是他變成了 都市設計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作為一個校園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的地景 然後甚至垂直上面 也可以形成一個校園 然後你開始分不清楚 這種高等教育的學習空間 到底跟Pinterest的這種HQ有什麼差別 然後甚至FacebookHQ 然後甚至在那個Stanford University 這種原本 這個一台就是一個實驗室 所以他們可以每天決定實驗 要在哪裡做 這每一台都可以動 所以開始只處理基礎設施 所以我們發現說 會有一個趨勢的轉變是 這種空間不再是被完全的定義 而是提供基礎設施 跟可以涵容被全新架構的狀態 所以從這個歷史的歷程 慢慢發現到剛剛這些事情 甚至善科的模式開始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把大學某範圍 跟哪一人的基礎設施 那時候陳大面臨了很多 比如說 簡單講就是設備不夠新 那如果我們過去的做法就是 我們可以用採扣的方式把設備翻新就好了 對吧 這是最簡單的 可是如果從我們剛剛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是跟著上一任的校長 在處理校園規劃的事情 那我們都是用一個 把校園當成一個理想程式的方式 在去推動整個校園改造的運動 所以在裡面有大概發展了幾種組織的方式 就是我們後來非常的在意就是 就是校園的這種 其實campus這個事情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開放的地 另外一個是很多房子 可是大家都忘記了開放的地的這個事情 然後不斷的在蓋房子 所以我們第一個時間其實是說服校長 可以盡量的不要把已經開放的地 拿來蓋房子 然後加上又後來又有疫情發生 所以我們當時候的策略 讓那些開放的地都可以變成那種 在疫情可以使用的那種戶外的教室 那時候帶著學生去研究Harvard的這個Yard 然後這個Yard怎麼試著用這個Yard 來重新組織整個層大 然後它不單只是一個Yard 它是一個有厚度下面可以去做覆塵空間的Yard 所以我們後來也在做校園提案的時候 那時候旺宏有捐錢 所以我們說服旺宏是我們做商坑Plaza 然後把地面存在保留給校園 然後把舊的房子留著 所以那個地景本身它開始有厚度了 然後所以這是我們開始不斷的去測試的一個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從這種Quadrangle的角度 那如果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Cambridge它的旗 你就會發現說它有很多校旗 其實一個校旗就是一個College 一個College就是一個Quadrangle 就是一個這樣的四方形 然後同樣的去了解它的語法 然後後來也發現說就是 陳大那時候校園有一個問題是 每一個學院都把自己前面的院子 當成是自家的 有點像是它自己Villa的一部分 那我們開始在整合說 如何讓不同的學科的人可以住在一起 然後讓生活跟教育跟學習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開始試著用那個Cambridge的方式 就是學生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提案 然後就是把所有在邊垂的宿舍 然後跟核心課程全部集中在 校園的這一條歷史軸袋上面 所以意思是 這邊都是下面的老房子 就是不動下面的老房子 學生住樓上 然後所有的同事課都在這裡上 所以去類比這些在Cambridge 他們的這種邀請的關係 內外的關係 然後我們後來也試著從Cambridge的這個角度去提了一個 現在已經應該快蓋完了 一個垂直的書院的一個宿舍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菲利普的那個 他們這個校園其實原本是一個工業廠房 然後工業廠房以前是有點像台灣的紀子學校 慢慢轉型成就是現在菲利普培養人才的一個重鎮 然後會發現說他們不斷的透過把社區引進進來 讓社區的創意也可以變成校園的一部分 然後他們有很大的部分是去開發一個這種綠色地毯的空間 所以我們試著也去從那個校園的角度 然後去重新定義地面層 然後去讓那個綠色地毯去切過每一個房子的地面層 而且荷蘭人還滿大膽是舊房子上面直接蓋了一個新房子這樣 就是這可能在台灣比較難想像 可是在歐洲其實很常做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把 試著把那個地面層 重新變成綠色地毯的一部分 然後上面是企業總部 然後曾經有一度 文學院那邊想要引進3D電視台 然後跟出版業進來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提這個案去給校長 還有募款者 所以剛好看到有很多參數的運用 然後甚至是推演 其實對我們來說不是技術性的 它其實更大意涵是 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這些黑箱能不能被打開 那這些做設計的黑箱跟參考術被打開之後 才有機會跟別人多溝通 多參照 然後去把我們有時候會太過於 那個著重在某一個特定的概念上 把它打破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不經意的跟歷史對話 變成整個參與者之一 所以就是對我來說就是 這總和就是我們怎麼從一系列 所以剛剛從我一開始提到的這種 跨文脈的 跨脈絡的 然後一路到高雄裡面 過去的DNA 是不是有自己高雄所謂的城市建築 然後再回顧到 類型的這背後支持的是一個類型的觀念 它可以去轉換 讓不同的空間結構開始重新被打開 一直到這個重新被打開之後 可以開始去衍生說不同的參數 讓我們在使用過去的歷史上 DNA的時候 邁向未來的同時 也參與了歷史的一個脈絡 然後這整個過程都是一個 來來回回一個系統性的思考 所以我今天大概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剛剛洪老師其實有提到 就是高雄鐵路地下化這一段 那我自己其實有一個感受 當然我們常開玩笑講 就是最近常談高雄市是行人地獄這件事情 但我的觀點其實不是從 車不理讓行人這件事情出發 而是真的天氣太熱了 在這個氣候形態之下 我們如果大家在中午12點左右 你外出在那個沒有任何綠或遮蔭的情況下 你走一個小時大概全身就不對勁了 大家很不舒服 那真的是一個行人地獄 那尤其是鐵路地下化後的綠帶 其實我個人覺得 它並沒有處理現況並沒有處理特別好 可能是有各種因素 當然我們覺得決策者 他在政治跟地方居民 還有各式各樣的夾縫當中 他做出這樣最後的決定 我各位現在看到的鐵路地下化結果 就是一個很大的綠帶 那它就是白白 一路白白都白 然後通常都有兩邊都夾著道路 其實我們行人很難去親近它 各位有沒有這樣感覺 那在這樣的結果 其實它就很難形塑成一個 我們市民朋友或者是行人 能夠容易進到這個區域當中去享受 而且是運用的區域 尤其是在這樣的天氣條件之下 那我在這邊有一個提問就是 那洪老師如果對鐵路地下化的這個綠帶 您覺得是就高雄市未來 以接闊或者是 以比較大尺度的建築精神出發來看的話 它有什麼樣的機會 在這個城市當中 這個問題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我好像沒辦法回答 因為可能還有 這裡面還有台鐵 還有高雄市政府的 的 的 的關係在這樣 那 呃 我先引用 一個 呃 之前 賀成蛋 呃 他是 賀成部長 他在交通部 記得好像不知道卸任前還卸任後 他有寫過一篇天下的社論 那他在談說 呃 大概的意思啦就是 台鐵不要只把鐵路地下化 當成在賣地就好 因為 賣地對於台鐵來講 是一個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對 可是 呃 如果我們看 我們 比較鄰近國家的例子像是 日本 日本的鐵路公司 基本上 雖然他們都是私鐵 可是他們 對我來說 他們有一種 模式是 那個 鐵路本身 他也是 一個開發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日本很多的鐵路的案子 他其實跟 市民的生活是 結合得非常非常緊密的 而不是 鐵路歸鐵路 城市歸城市 啊我這塊塊到這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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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常可以透過 私鐵 蓋 去處理車站的時候 同時 讓那個車站的延續性 或是人流的生活的延續性 去擴張到它 都市旁邊的狀態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們目前可以相對學習的狀態啦 那 那 東京當然是超多 比如說 簽證去 新宿車站 它整個在重建 那 基本上它就是 把這種 過去的 就是對 就是剛剛 主委 黃主委說的就是 它幾乎是一個空白帶 那空白帶其實在我們這種 亞熱帶國家 其實 我們也許 不太能完全像西方這樣 這麼的光明 我們可能要多一點陰影 但是 我覺得 目前的 意識形態下 就是大家會覺得 高雄過去 髒髒的 所以 現在要亮一點 所以 我猜啦 就是一個 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種集體潛意識啊 會希望它 亮亮一點 對啊 可是其實我們可能需要多一點陰影 這樣 所以 所以我再去看到那些 城市的 他們 不只是把那個 空白 就是 那個空白應該可以有很多層次啦 對啊 就是 他們還是可以讓地面層有一定的空性度 可是他們可能會 把整個大房子 當成一個很大的 譬如說 壁還是什麼 它就會產生很大的都市空間 有陰影的地方 老師啊 我想請問 你剛剛你在 高雄城市裡面有提到一個叫做 英國田園 是嗎 有一個這樣的 就是說 OK 能不能就這個部分 可以再稍微說明一點 或者說 日本人會用到 這個英國田園的想法 是不是有潛力可循 或是他有其他的 的想法之下才會出現 這個所謂的英國鐵 那另外 我想呼應剛剛那個 呃 就是 剛剛如果鐵路地下化以後 剩下的空地怎麼辦 如果以台北市來看 就是變成市民大道 那就是 就變成是 只有 只有 只有給 機車跟 汽車通行 那 是不是有 有 有不同於這種 做單純這種 道路的這種 規劃以外的想法 怎樣 謝謝 我先回答 第二個問題好了 就是 呃 簡單來講 就是對我來說啦 在 在 台灣過去那 二十年 三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的時候 其實 國家有很大一段時間 都是在發展 大型的基礎設施 發展 這幾年 它才會 會 搜身 甚至 我們要減少 道路 來 重新看待 城市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 其實歐洲 有很多例子 那 我可能就不多說了 但是就是 就是我們應該是想說 如果空出來的話 不做交通 那做什麼可以更有 更 應該說 對於土地持有者可以有收益 然後對於市民來講 他可以更 更彈性的被使用 那我覺得應該是 目前台灣是應該是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大型的公共空間其實 很需要公共資源的投入跟資金 可是 未來都是遇到保持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私人跟公共都切得太開的時候 其實 私營的部分他們沒辦法 有更大的挹注回到公共的身上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對於長久的財政 或者是一個 比較維持的狀態其實是不太健康的 其實是不太健康的 那 全城市的這個部分 這個歷史有一點大 那大概就是一個 日本人會使用的一個原因 我爬樹到的文獻是說 乾淨 因為那時候台灣就是沒有汙水下水道 然後 很多人的禍亂死掉 日本兵死很多 所以 田園城市本身是一種 形象 它是一個 對於那時候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形象上 因為 它是要產生一個 有點像是 你活在一個 有 有 有公園 或者是有一個 良好的一種 步行環境裡 但是其實它可能外面都是 大馬路 但是它自己產生一個 團塊 所以 如果它可以產生一個團塊的話 它就不太容易跟下一個團塊連結 因為它自主性很高嘛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它也在想辦法去 從統治上來講比較好管理 因為如果你不斷的團塊跟團塊之間 可以合眾連橫的時候 其實在治理上 尤其那時候是一種 知名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是非常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挑戰 所以 所以對他們來說 我的理解是 會用田園城市的這種模型 就是為了去產生一個好治理的團塊 然後再來是健康跟衛生 那 還有部分我記得 還有傳到納粹去 納粹就用得更激進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討論 對 老師剛剛提到日本人把棋樓變得透明寬敞 目的是監視 那我一直不太理解是 日本人是 他把它當成殖民地來用 那他有南向的這種 這種計畫在 那他的監視 是監視人民嗎 還是監視民眾的活動 讓你覺得害怕 讓你覺得害怕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讓他 讓你會覺得 你必須聽他的話 不然你 隨時哪天就會被消失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他以前也會有 像那時候有保駕 跟那個 警察大人的這個事情 所以 在街頭警察大人最大 所以 所以他某種程度是 如果你再去認真看的話 他們那些路可能都會 對到某一個重要的房子 然後 來威嚇你 就是 我很厲害 我很現代 我很透明 就是 就是 我很透明的讓你看到 我在這裡 所以 所以 其實那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有一點難想像是 如果 我們可能想像一下 如果 我們的路是 比如說 兩個身體的寬度 然後 積水 還有高賽 高賽 然後 旁邊的牆 都是 緊閉的 門都開開 那你覺得 對於一個 統治者來說 這種環境 他 他怎麼管 因為 就很容易 常務納購 然後 路不止的話 就很容易 有死角 謝謝 補充 幫講師補充 跟回應剛剛這位先生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鐵路地下化 尤其我舉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就是 美術館 靠西邊跟內圍 就聚落的 那個區塊 馬卡道路那邊 那個關係其實是很疏離 而且斷裂 因為 兩邊本來就有道路 在那個鐵路地下化之前 本來兩邊就有道路 然後在地下化之後 它的 綠帶並沒有 因此而移動 所以 從美術館到 內圍就聚落之間的關係 就變得很疏遠 而且斷裂 那其實 剛剛其實講師也有提到 我在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新宿 有一個新的案例 它應該叫公下公園 我不曉得有沒有講錯 公下公園這個案例 它等於把原本既有的綠帶 立體化做層次之後 它結合公共空間跟商業空間 還有許多的活動在裡面 變成是一個很好的市民 可以享用的空間 那這個做法 其實我覺得 會更合適 以我們高雄這樣子的 尤其有點是熱帶 氣候形式的城市 大概是補充這樣子 幫 向您說明 最後最熱烈的掌聲 再感謝今天的講者 謝謝 謝謝